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开启脱口秀大会总决赛这个盛典 其实一开始我没打算来 因为最近综艺上的太多了 观众很快就忘记我是个演员了 但我知道总决赛收视率肯定高 所以我上这个综艺 是想借机告诉大家 我还是个演员 今天是总决赛第一轮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是终点也是起点 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军艺的日子 那是我演绎生涯的起点 也是我颜值的终点 当年我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号 对 军艺校草 现在呢 居然沦落到跟徐征老师壮梁 但很明显 这是徐老师放出来的料 并且还在料上做了手脚 请看大屏幕 徐征老师跟我撞脸 我这脸可是入围过亚太区最帅 一百张面孔 No.21的 徐徐征老师你能入围啥 你最多能入围亚太地区最秃的一百颗头 你排名37 李诞38 排名底 罗永浩老师在绑外 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其实呢 是终点 也是终点这个主题 罗永浩老师比我更合适 人家事业经历了多少个终点呢 而今天又是他的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中国脱口秀的第一人 他将第一次站在脱口秀的台上讲脱口秀 算是他的正式首秀 但 谁知道呢 罗永浩加油 脱口秀 停住 好 有请罗永浩老师上台 有请罗永浩老师 好 大家好 我是罗永浩 谢谢 我是一家著名的手机公司的创始人 在公司全盛时期呢 我们一度差一点收购苹果公司 但是后来经营出来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后来呢我就欠了六个亿的债 在后边呢就到这来做脱口秀了 看是不是能解决问题 好这个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我这辈子呢 一天都没有做过脱口秀 一场都没有做过 但很奇怪的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被认为是 在李旦崛起之前中国最好的脱口秀演员 一直有这么一个误会 所以呢 今天大家即将见证一场奇迹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成名将近二十年的老一辈传奇脱口秀演员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献上一场我的脱口秀的处女秀 手秀 为了郑重其事 我给这一场诡异的脱口秀活动呢 在家里还很正经版本地起了一些名字 我想第一个名字呢说一个正常人欠了六个亿债以后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 但是人家说这个有点太惊悚了 一个人呢欠了六个亿之后 六个亿的债务之后 他生活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这个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欠过是吧 没欠过那么多 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比如说我妈 我跟她一辈子了 应该我很熟悉她 但她有一些奇怪的反应 她就说 她之前知道我状况不好 后来得知六个亿 看了新闻 就给我打电话 以前呢 她因为儿子比较胖 总是告诉我 不要吃宵夜 高热量的东西 不要乱吃 不要胡吃海山 但是六个亿 新闻出来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就说 你以后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然后我老婆的反应 也比较奇怪 她在家焦虑了很多天之后呢 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说 要不咱们也去美国 就别回来了 然后每周都说回来一次 但是就别回来了 然后我听了就很奇怪 我说收购苹果这样的事 我们能不能往后犯一犯 缓一缓再去 好不好 她就拉长了脸 不高兴 我就哄她 我说好不好嘛 最后我们就没有去 是吧 没有去 然后呢 我的朋友的反应也很奇怪 之前我公司 经营不散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呢 他们很多欠了我钱的 就拼命在凑钱 筹集钱说赶紧还了 帮老罗解忧 但是传出 六个亿的消息之后呢 他们说就先别还了 我们这点钱还了 好像对六个亿也 于事无补 我当时虽然急着用钱 但听完了以后呢 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竟一时无法反驳 是吧 没有办法反驳 然后呢 欠了六个亿的这个债务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朋友圈子 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 我就这么说吧 我原来有个公司 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呢 我从事这个直播业务的公司 叫交个朋友 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交个朋友 那么这段我人生的低潮期呢 在这个还债期间有一次 得了一场疾病 其实就是闹肚子 不严重 常严 然后在医院坐了两天 夜里昏昏沉沉醒过来 打开手机一看 有一百多条来自朋友的问候短信 我就很感动 发现百分之八九十的短信 来自债主朋友 这也可以理解是吧 我当时看 但他们问候的方式就很奇怪 说老罗你还在吧 你还在吗 在吗 你怎么不回我 你还在吗 完了我就给他们回 我说我还在 别慌 完了以后他们说 哎呀太好了 那我们去看你 我说不用 马上就出院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来看 我说别来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去 我就火了 我说讨厌 他们说你才讨厌 就让人家来看看嘛 后来没办法 就让一些人来了 来了以后呢 这些人来了很奇怪 坐在我床边跟我说话的时候 老摸我的脉搏 是吧 非常有意思 最后呢 这六个亿的债务 除了对别人 对我自己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是吧 因为我人到中年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呢 我突然又变得像年轻熟一样 要给自己立志打气 所以我买了很多立志的书 在家看 要把精气神提起来 是吧 然后在家看书的时候 就发现 那些什么心灵鸡汤啊 心灵鸡血啊 还有什么毒鸡汤啊 还挺管用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句话 对我有特别大的振奋的作用 这句话说 如果你欠银行一百块 那是你的烦恼 如果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是银行的烦恼 我一想我六个亿 干翻六个银行了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很厉害 于是呢 一口气就提起来了 就感觉非常治愈 稍事休整之后 就启动了我正式的还债生涯 那么开始的时候 我还误以为 我只要认真工作 努力赚钱去还债 社会或公众 就给我一个相应的认可 我这么善良的想的是吧 但后来发现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很复杂 比如说我为了还债 做了带货直播 目前号称抖音带货一哥 是吧 在中国排进前世 这很了不起了 14亿的人口的国家 做任何一个事情 进前世 虽然不如前三过瘾 关亚继军嘛 不如前三过瘾 但四大天王也挺过瘾的 是吧 我就是中国带货 四大天王里的老师 是吧 然后我做了这个呢 很多人就骂我 说投机分子 哪热就往哪凑 就是个投机分子 什么理想主义者 这个让我感到很奇怪 因为我是欠债还钱 肯定是要赚快钱的 哪热往哪去 有什么错吗 你们说有什么错吗 没有 肯定没有错嘛 但是我背着一身债 难道去做回报周期 特别长的项目吗 比如说三十年后 我终于发了大财 给我的债主朋友们 联系还债 有一些中年的债主朋友 可能已经不债了 我告诉他还债 他不理我 我只好不停地 给他发短信 我说还债吗 债吗 还债吗 你懂的是吧 所以我又启动了另一个 就是我年轻时候 有机会做没做的 就开始接广告代言了 接完了以后 有很多人骂我 说不要连 连游戏广告都接 陆永浩 你成了你年轻时候 最讨厌的人了 我就很奇怪 我年轻的时候 谁会讨厌 给游戏代言的人呢 我们讨厌的 都是不让我们 玩游戏的老师 对不对 我想起我们那时候 陈老师 我们学校的 他说不让我们玩游戏 学校附近有个游戏厅 回家的路上 可以进去玩 他下班闲着 没事还进来抓我们 抓完了以后 给我们叫到外边 当着很多大人面 训斥我们 说你们这些 没出息的孩子 是吧 拿着父母 挣着血汗钱 到这儿给游戏公司 陆永浩 我说的就是你 你有本事 你有能耐 你挣游戏公司的钱 给你父母送去啊 陈老师 我做到了 好可爱 后来呢 我拓展业务项目 也开始来录综艺节目了 很多人说 我又从一个体面的企业家 下来赚钱 不要脸 我就很吃惊 什么时候 企业家比人民艺术家 高人一等了 这都什么价值观 非常生气 是吧 何况 我可是 还有一些人呢 支持我 挺我 但我看了更毛骨悚然 更吓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成年人啊 不管不过的 埋头赚钱 一门心事赚钱 这就是一个成年人 最大的成熟和体面 这话我看的也很奇怪 我怎么就 不管不过的赚钱了呢 我赚钱都很谨慎呢 我录综艺节目 都很小心的 录的都是脱口秀大会这样 非常有水准的综艺节目 我也没像这五位领校园中的 至少三位一样 什么破节目都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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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我又听说 给那些有钱的财主大款们 家里这个做婚商嫁娶啊 结婚啊 葬礼啊什么的 去做主持人 也能赚很多钱 完了我说 那这个我也可以考虑 我就跟媒体说出去了 这次说完了 那些骂我的四脸 可能最后彻底崩溃了 这可能突破 他们想象的底线了 然后就不再骂我了 就挺好的 是吧 挺好的 但是我说这个是严肃的 我可以做的是吧 可以做的 最后说点开心的 这个死于2018年年底的 六个亿的债务呢 到今天我们已经还了 快四个亿了 很快就还了 快四个亿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未来一年应该也就 差不多还完了 就算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 我是行业明灯吗 永远会有意外 所以就算有一点小小的意外 可能也就是个半年一年的事 是吧 所以没问题 当然未来我们人生道路上 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波折挫折 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一个人民喜剧艺术家 我和我那些优秀的同行 是吧 我们都会严格遵守一个 我们职业的规范和准则 那就是 我们不管怎么样被曲解 被污蔑 被侮辱 被伤害 作为一个人民喜剧演员 永远要面带微笑 永远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另外 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这个舞台呢 也想给我的债主朋友们说一句 无论是已经还了的债主 还是等着要还的债主 我都跟你们道一个歉 我缺这么一个机会 跟你们道一个歉 是吧 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非常非常抱歉 等我们这些债务真的 全都还完了之后 可能会拍一个纪录片 来纪念这一段 诡异的人生旅程 是吧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 真还传 这个谐音梗呢 海原老师和建国老师 对此一友贡献 好 最后 最后的最后 我想对在网上最后 看到这个节目的广大 节目的观众们说一句 欢迎就我 以上提到的几项 核心业务 就是直播带货 综艺演出 广告代言 婚商家局主持 旺铺开张 剪彩等等等等 如果有需要跟我们团队联系 会给你服务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秦浩 哎呀 脱口秀大会非常喜欢 最喜欢罗永浩老师 今天还没来 觉得罗老师特实在啊 听说欠了好几个亿 要上综艺赚钱还债 结果没想到 你看录了几期不来了 我当时心里就想 这脱口秀大会来前是快啊 其实我啊 以前也不怎么上综艺 我最近上综艺呢 是为了配合宣传 就希望我的那个 隐秘的角落能爆 所以呢 在那个隐秘角落 刚播的那几天啊 我就问我的工作人员 我说戏爆了吗 他们说一般 说哥 你要不你再接俩综艺 我就接 我说行 又发酵了几天 我问 我说那个 咱那句爆了吗 工作人员跟我说 爆了爆了 不用委屈您 再接综艺了 我说 这么容易就爆了 这 这 这委屈我还没收购呢 我还能不能再接两天综艺 这不前两天吗 我就碰到了这李淡 我就问淡总 我说你那节目 都录到第八期了啊 我也想给我女儿 挣点奶粉钱 你看 我还有没有机会 你看 我今天不就是来了吗 所以说呀 这个世界上 不是没有机会的 只要你主动 就会有机会 现在呢 我呀 是走到哪儿 都要说这个剧里的那些梗 说实在的呀 我自己都说烦了 但是架不住 那个 节目组要求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以前 我特看不上那种 就是那一首歌 唱一辈子的 结果我现在 自己成这样了 我现在去哪个节目组 我都先跟他们说 我说 一步爬山 二步拍照 三步唱小白川 有志气吧 节目组导演当时跟我说说 浩哥 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换人了 我说 蓝蓝的天空 一合一 有志小白川 哎 很无奈啊 但是今天我来这儿呢 确实有点紧张 因为我发现 大张伟坐在那儿了 我这人啊 特怕和那个花蜜的人 在一起待着 刚才我还想 我说要大张伟在 我干脆我就回家算了 后来我一想 我要回家 我老婆在家呢 哎 算了 还这是清静 其实《隐秘角落》这部剧啊 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接 主要是担心米丽 我女儿叫米丽 在学校受欺负 因为那个小孩嘛 童言无忌 就觉得说 哎呀你爸坏人啊 怎么怎么样 就怕孩子受欺负 所以我就跟那个导演心爽 我就说 我说 我说 我不想演反派了 当时导演就跟我说 说 哥 这次你演的呀 是一个数学老师 爱运动 爱摄影 同学们都喜欢 到他家里面 就上补习班 我一想 我说 哎呀那这人物挺阳光啊 结果拍完了一看 我才知道 我是阳光了 给别人留下的 全是阴影啊 现在呢 反正就老有人觉得 我就是张东升 我说呢 人是人 戏之戏 可能有些人 就是人戏不分 包括我的那个经纪人 也问我 说 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 心理变态 我说你看个剧 我说你看魔证了你啊 你看 我用生命给你保证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静静静跟我说 说你算了吧 你还生命保证 在你张东升眼里 生命值钱吗 特别无难 今天来到这儿呢 还看到了我的老朋友 陈璐 好久不见 上次见 还是在吐槽大会的夫妻场 如今 如今 物是人非了 所以我不能笑着说 如今 物是人非了 然后我在后台 我看见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陈璐啊 没事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 陈璐说 哥 你别这么说 我害怕 我说你想什么呢 我说你比赛 还有机会 所以说今天呢 来这个 听说是个晋级赛 我就想说啊 这只是个综艺 好不好 大家都放松 别认真 如果你要太认真了 你就输了 你就不幽默了 所以啊 别总想着晋级 想着什么爬 什么脱口秀的顶峰 你爬上了又能怎么样呢 爬山多危险啊 谢谢大家 我是秦浩 哇哈哈哈哈哈哈 太帅了 这有范啊 机场两米高 感觉他会飞到我们这里来 大家好 我是杨天真 帅帅帅 谢谢 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啊 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和你们一样啊 这个节目每期我都看 确实呢 没有能牵的人 我为什么会来这呢 因为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吉祥物体质 所以来这呢 其实不是为了搞笑 也不是为了牵人 主要呢 是为了给你们公司 冲冲洗 不知道这个 如果我来了以后 你们公司运气还不能好转 但总 你就得派个人娶我 我跟罗老师也认识 他听说我要卖大马女装呢 就主动关怀我说 要给我当大马男装的模特 我就说 行啊 反正我也不卖大马男装 直播确实是不简单的一个事啊 我前阵子直播了一下 因为那个 我领口开太大 就被提示说 主播着装不规范 有时候就采出我说 是不是要靠这个领口 领口大伯出位啊 我是真的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领口都大 领口小了 头头进去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不就是钱吗 我其实是一个从小 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 要不然也不能当经济人 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给了我十八万 让我去留学 那个我没去 我就买了个房 对 这结果很容易猜吧 三年之后 我就把它卖了 拿了五十万给我妈 然后呢 我妈又给了我十八万 说 要不然你再去留一次 我是真的很爱花钱 但是我从不花冤枉钱 比如说这个热搜 我就是从来没买过 你说有那钱 我买点啥不好呢 比如我可以买两件 挡胸口的假领子 我呢 或者干脆买个斗篷 是不是 我自己要做大马女装呢 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就有点难买到 合适的衣服 有时候去逛商场 说试一下 售货员呢 就会用那种 很看不起你的口气 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好 心里就是 真的很不爽 我就会想说 再这样的态度 老娘就把你这个店买下来 然后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店了 因为我做了14年的经纪人嘛 要处理特别多的突发事件 所以常年处于一个高压状态下 那怎么解压呢 其实我就是靠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我心中有一个等级 不同的事情呢 就靠买不同价值的东西缓解 比如说有的艺人分手了 我就买个包 这个 有的艺人出轨了 我就买个钻石 还有的艺人跟我解约了 我就买个房子 本来做经纪人这么累呢 我就不想做了 说改去做直播吧 但是一改 又被提示 领口太大 搞得我头都大了 我头一大 领口又得更大 我自己呢 因为一直是个很张扬的人 但经纪人这个工作呢 其实是需要藏在幕后的 所以我现在好了 我不做经纪人了 就充分地自由了 所以可以做任何 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在一个舞台上批刹 但是过去 过去 过去 我一直没有这个舞台 今天呢 我觉得简日不壮日 我在这里 给大家 提个菜 真能批啊 大家好 我是什么都懂 却还是那么天真的杨天真 我是第一个在你们舞台上批刹的人 太考虑了 是不是柔软的胖子 太考虑了 谢谢大家 我现在站在随位了啊 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我这个人啊 其实平时就是一个 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人 国内外的比赛我都爱看 我特别喜欢直接的表达 就是比如今天 如果我觉得这场不好笑 我就会告诉人家 一个人有什么不足 你不告诉他 那你不就是害人家吗 你说人家这手机做的 他就明明做不了手机 你还非鼓励他说你能做 结果现在连飞机都费劲了吧 说稳了 说稳了 我还听出来了 说稳了 听出来了 说的是我 李旦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很红的 起范了 心想呀 这有几个男人敢在我面前起范啊 今天我听说就是来了很多脱口秀的演员 他们在之前备赛的时候非常的紧张 对待比赛也非常的消极 觉得喜剧是不可以拿来比较的 为什么不能比 能比 李旦 就是不如周星驰 我觉得能比已经很荣幸了 比赛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现在就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 对吧 对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那个节目 就那个节目啊 风浪很大的 然后我们那个团呢 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团 跳舞从来没跳棋过 就舞蹈老师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说 哎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谁练不好 谁都不准回家 然后八个小时过去了 老师看着我说 雨晴啊 你努力一点 老师真的很想回家 所以老师 舞可以乱跳 话不可以乱讲哦 这个舞台我是觉得 还是非常能够激发人的斗志的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但是我一上那个舞台 我也先就来了 我就特别特别想要赢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站在C位 终于有一回 这导演就跟我说 雨晴你今天可以站在C位了 但是ending的时候呢 你得跪着 哎 我就说 没问题啊 然后就看到旁边的人全都是 咔 腿一下到不这儿 咔 手一下举到这儿 然后我就哐当跪在那儿 就好像对全世界在道歉 对不起 姐是C位 所以我就是很羡慕你们这个比赛 你们这个比赛根本就不用争C位 你们台上就一位 我是觉得这个幽默呀 还是很需要这个人的内心强大去支撑的 你看这些选手往这儿一坐 看看啊 都还没观众好看 你再往那边一看 两位导师 李淡 罗永浩 对吧 你这儿就明白了 好看的是观众 普通的是选手 丑的是导师 然而呢 我一会儿还要和他们坐在一块儿呢 真幽默 这个幽默呀 还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态的 所以我现在心态比较好 现在谈起我的感情呢 我的状态都是比较open的 外国的朋友经常给我开玩笑 说你这没什么 这个不离三四婚都不能进好莱坞 我和他们聊完之后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婚姻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好莱坞 我更担心 我很快就能进好莱坞了 然后很多人都说 这个恋爱呢 是不能看外表的 大家要看什么 这个那个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灵魂 就我这个外表呢 就是被我的灵魂给拖累了 我看男人的眼光不是很好 男人看我的眼光更不好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我说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说回正事 咱们今天是来比赛的 大家呢 我觉得就是别紧张各位啊 大家都不要害怕比赛 因为呢 其实比赛就不要怕输 就像我在那个节目一样 我就全力以赴 你尽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因为输就输呗 我的本职工作也不是唱歌跳舞的 所以如果你们在脱口秀的比赛上输了 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各位选手们 造起来吧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琪 大家好 昨天我来过一次吐槽大会 然后我觉得来吐槽大会最开心的呢 就是认识了李旦哥哥 李旦哥哥也送了我一个小礼物 对 谢谢李旦哥哥 你说哪个正经音乐人用这种手机壳 就是个正经人也不用这种手机壳呀 还好这个手机壳跟我的手机型号也不对 所以谢谢李旦哥哥 另外跟社会各界通报一下啊 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沈阳明星群 我已经加入了 对 但是这个群里面没什么人唠嗑 对一点都不然 然后群里就是有人发一些什么工作机会啊 合作什么的 感觉就是个沈阳明星在就业群 对 然后心结也在里面 我今天能来呢就是因为我接了新姐的单 现在接个通告太不容易了 还好我手快 不然就被海涛哥抢走了 当然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音乐 然后我开始就是个大学生 然后因为喜欢唱歌 然后把自己的歌传到网上 被大家听到 然后就这样慢慢地就走上了音乐道路 就走着走着呢就发现走上了QQ音乐的道路 还一不小心成了QQ音乐三巨头 所以那个时候我去演出 我看到主办方给我准备的演出服务 我都觉得自己就献个QQ秀 当时呢我称霸QQ音乐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我 就说这汪苏龙是不是买榜了 我当时非常的冤枉 又自豪 你说我看起来就 就这么有钱吗 我觉得当时的状况可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人说 你知道吗 汪苏龙的歌都能到榜首 然后另一个人说 怎么可能汪苏龙是谁 我也去听听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我的歌就在榜单上 居高补下 一直下不来 所以在很多人心里 我一直定格在那个时期 永远是一个巨头的样子 然后就好像电影里面说的一样 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 三巨头就像是这座大山 压得我一个头三个大 当然也总有人劝我 说不要总提三巨头了 因为总唱自己过去的热度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摆脱 首先一定要面对 我不怕提 因为我提得起就放得下 现在在网上 我的名字经常跟 居然啊 竟然这种词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经常有人会说 我居然在听汪四龙的歌 竟然还有点好听 我是不是耳朵有问题了 对于这些不自信的朋友们 我汪大夫 要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你们的耳朵没问题 并且还很有品味 还有些人呢 刚一听就觉得 这个不错呀 但是一看汪四龙写的 就觉得这个没那么好听了 就比如说 花千古的主题曲年轮 就是张碧晨 你唱了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对不对 但其实连轮这首歌 词曲是我 原唱是我 就这么说吧 除了张碧晨 这首歌都是我的 是不是这么一说 觉得张碧晨那版 也没那么好听了 其实我唱得还可以啊 我参加过蒙面唱将 然后翻唱了一首追光者 也还算挺火的 所以我有时候就怀疑了 是不是创作跟演唱 不能同时由我来进行 我是看明白了 我和我的歌 还是分开比较好 祝我的歌幸福 当然我跟别人的歌 也会很幸福的 谢谢 为了给大家展示 更多风格的音乐 然后我最近还参加了 我是唱作人 结果上这节目呢 我直接连输了两期 一下子给我干萌了 很不服 之后第三期的时候 我就唱了一首不服 结果就赢了 再过了两期 还是被淘汰了 我又服了 不服不行 当然也有人批评 我的胜负心太重 说要看待输赢 才能显得豁达 再一输赢就是输不起 但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胜负心 既然是比赛 就有输赢 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是如果你问我服不服 我永远都不服 谢谢大家 我是王思龙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毛不易 点紧张 今天是半决赛 大家众所周知 我是一个以冠军身份出道的巨星 所以不太适合参加这种场合 但是今天既然邀请我来 我还是面前跟大家讲一讲 今天的主题是 怎么选都不错 听懂了吗 怎么选都不错 你说的对 我也这么觉得 其实做选择 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选择不易 是 听起来好像是我的应援口号 今天给大家说说 我做过的最重大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在 扎某 买了一件棉服 然后 这件棉服的价格是799 让我99不能平静 因为它太贵了 但是非常的好看 它简直是为我而生的一件衣服 后来我就天天去看 然后老板也天天看我 我就看到有没有降价 老板看我能不能买得起 然后后来我们互相就看不下去了 我一咬牙就把这件衣服给买了 然后有的时候有女同学跟我说 哎 我好冷呀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这件衣服非常暖和 要不你也买一件吧 这件事让我明白 只要你自己知道要选择什么 其实选择会变得非常容易 当然如果兜里有钱 选择会变得更加容易 就是你不要选都可以买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护理学 这个不是我选择的一个专业 但是我是被调剂过去了 我报志愿的时候 甚至还特意避开了它 结果还是它选择了我 这个专业实在是太难了 我觉得它比高考还要难 大家都经历过高考 高考其实非常难 但是高考有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不会的时候 你蒙上也能蒙上一点 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护理学专业 你不会真的是一点你都蒙不上 就只能交百卷 然后每次考完试 我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我自己的名写对了 所以我这大学四年 我一直都在苦练签名 为我以后当艺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我就跟大家一样 到处去找工作 投了很多的简历 由于第一选择 不是护理的相关工作 所以我投的简历 都是一些对专业 没有硬性要求的 比方说是销售或者是保险 以及明日之子 最后只有明日之子 通知了我去面试 然后就这样气意从文 走上了当明星的道路 明日之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上了四年的大学 然后也没有当过几天护士 但是圈内的朋友 有一些小病小痛 还是会跟我咨询 然后我也会出于我专业的角度 给他们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议 结合我所学过的知识 然后我就一般说 我这个病应该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病 去医院 我现在还会做一些 跟音乐相关的工作 然后也会做一些 跟音乐不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上综艺 做导师 讲脱口秀 都做得其实还不错 但是我知道这些是因为 我本身是出于歌手的身份 歌手做得好 才有了这些其他的机会 不同于李淡老师 脱口秀讲得再好 也不能当歌手 只能当策划人 发起人 还要在电梯里歌影人 我还常说过唱跳 其实我当时可以选择不跳 但是我觉得我跳了之后 观众会很开心 结果果然是很开心 当做搞笑视频 在网上传播 我自己看了也 笑出声来 觉得我真是一个 可爱的小胖子 我那个时候 确实是太胖了 但当时不觉得 后来直到是上节目 连衣服都戒不到 我就开始决定减肥 减肥成功之后 也得到了大家的表扬 大家都夸我很有毅力 非常能吃苦 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夸我好看 这个时候再说就有点可怜 今天在台上 也有两位可爱的小胖子 虽然有点不礼貌 两位可爱的小胖子 听说他们已经携手 进入到了总决赛 接下来是其他七位选手的比拼 我也是比赛出来的 所以可能在这里给选手们 一些小建议 比赛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过程 只有拿着冠军 才能说这种废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是猫肥 大家好我是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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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宣传新电影的 还真不是 我就是来看这个总决赛的 因为我每次看决赛的时候呢 我就会看到很多选手 就很紧张表情 然后我就会很放松 对对对 今天的主题 笑是生活的解药 所以观众呢 就会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喜剧演员 就是那个送药的人 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味药 我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沈腾 一个叫黄博 他们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药劲还真的蛮大的 我们三个人去吃火锅 就服务员看到我们 然后我觉得明星 还是会被认出来 我说你为什么笑 因为你们可笑啊 狂笑不止以后还问我们 你们自己怎么不笑的 好像喜剧演员 都没法正常吃饭了 对吧 买单的时候 服务员手里拿个二维码 对着沈腾 你过来呀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综艺 就因为学了沈腾这个 你过来呀 结果被贴到那个网上 说我跟沈腾长得多像多像 现在我都不敢带他一起出去吃火锅了 我悄悄地增肥二十斤 就是为了跟他拉开距离 结果前两天参加一个节目 碰到沈腾 发现他在做同样的事情 轻而一举就追上来了 哎呀真的是 你说喜剧演员怎么能够不得抑郁症 这喜剧演员呢 这个其实心里面都是很敏感的 因为一些小事啊 就引起很大的困扰 比方说减肥 这件事情就会变成 一个很大的困扰 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大到基本上可以忽略脱发这件事情 哎 你看啊 这个演艺圈现在流行一股歪风邪气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 好莱坞的演员 叫克里斯蒂安贝尔 哦这个家伙拍戏的时候 真的不要命的啊 一会儿巨瘦 一会儿就暴肥 然后有个印度演员学他 就拍什么摔跤吧拔 什么汗 什么汗 不知道为了减肥流了多少汗 他一会儿暴瘦 然后一会儿又增肌 就把我们演艺圈的风气都带坏了 现在观众都觉得 如果这个演员不能在一个电影里面 同时又胖又瘦 他就像没有演技一样 我一直在潜心研究一种演技 怎么样可以不减肥 还演一个瘦子 哎呀这个事儿真的太难了 后来我想通了 反正我自己是导演 我就安排自己多演些胖子算了 所以你们知道 我的电影都是自导自演的 这自导自演拍戏的时候 真的是很辛苦 有时候一天拍完真的很累 然后这个胖子就很想去吃一顿火锅 然后作为导演 马上就同意这个请求了 因为导演嘛 就是要对自己的演员好一点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那种 这个拍摄现场 拍摄现场的时候 导演其实还是蛮威风的 坐在导演椅上面 带一个耳机 拿一个这个对讲机 我的现场就很灵异 因为那个导演的那个座位 是没有人的 上面就贴导演两个字 像个牌位一样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我在干嘛 我在那边演戏 自己趴在地上演 演完了以后自己喊咔 然后再跑过去以后 看自己演的怎么样 有的时候看到自己演的不好 真的很想拍桌子骂你 你演的什么玩意儿 今天晚上不许吃火锅了 虽然演的不好 但导的还可以 作为导演 再去吃顿火锅 总是没有办法 跟自己的欲望和解 所以我的电影主题 都是中年危机 这中年危机呢 有一个设定 好像在这个亲子关系里面 必须有一个角色 就扮演什么的 扮演缺席的爸爸 以至于我女儿小宝 写这个造句 他们学校里造句 要求他用一会儿 一会儿造句 他就写 我的爸爸 一会儿在泰国 一会儿在香港 回家待了没一会儿 就又去吃火锅了 所以呢 大家说到中年危机 都会袒虎变色 这个好像中年 才有危机一样 其实大家不必焦虑 因为人生充满了 充满了危机 每个阶段都有 你看比方说像斯文 这个从小父母离异 原生家庭就有问题 又娶了这样的老公 对吧 现在婆媳闹得不可开交 他能干嘛呢 只能说偷口秀啊 把自己的日记 编成段子 上来一说 观众全笑了 然后笑 是生活的解药 他老公也得跟着一起笑 还要鼓掌 你看 喜剧演员在创作的同时 会潜意识地希望 通过作品来治愈自己的 生活当中的悲剧 写到电影里面 就变成喜剧了 然后给观众看 观众一笑 笑是生活的解药 但是呢 大家千万别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连喜剧演员 都会得抑郁症 你们都好到哪里去吧 以上内容是我新电影的主题 好吧 春节党全国上映 敬请期待 好了好了 言归正传 今天的毕竟是总决赛 我们要请出 我们的两位领校员 都是我的好朋友 于谦于大爷 还有 吴显老师 王爷好 于大爷好 于谦老师真的是 相声说得好 其实他演戏演得更好 而且他这个人呢 做人非常的智慧 他从来不随便 把他演戏的经验 分享给别人 这样就可以保证 德云社 其他的同事 接戏的时候 拍一步砸一步 拍一步砸一步 那吴显就不一样 吴显人非常的那个nice 我在看那个节目 他每次这个领校的时候 不管好笑不好笑 他都笑得好真诚哦 主持得好 就演戏不咋地 演戏不咋地的 但是他这个人 为人很厚道 他总是到处分享 他演戏的经验 这样保证快乐家族 接一部戏砸一步 演一步砸一步 演一步砸一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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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个玩笑 你们请入座 好 请入座 请入座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余谦 感谢 什么 就没见过市面的样子 首先吧 感谢脱口球大会 栏目组对我的邀请 是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 挣钱不用分账的快乐 本来开场的脱口秀 应该是 弹总 他给您说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一特殊情况 这场有一个专题 名字叫 今天你的人设崩了吗 这是一个疑问句啊 我觉得 李弹不太合适 因为李弹的人设 崩了 已经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了 当然了 我也不想说我 因为我的人设 根本就崩不了 真的 当然可能也是 没有什么崩的余地了 但是这层意思 在我们生活当中 一直就有 什么叫人设呀 就是你在别人眼里边的状态 你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人 对吧 有人说 哎呦 这人真不错 过两天再一接触 这人怎么这样 这就叫崩了 对吗 我的人设 大家都清楚啊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真的 有时候跟粉丝打招呼 你就说 这胖人粉丝 人干什么 你非常热情啊 过来 余老师 抽烟喝酒烫头 你说粉丝跟你打招呼 你要是不回答人家 不礼貌 但是你说这个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有时候 我就还想跟他解释解释 我就说 相声里边的都是编的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你说多可气 听着这事我就生气啊 我要不是手里拿着烟 我早拿酒泼的了 我没有 但是你没辙 这就是我的人设 你说一个男的 我还是一个演员 居然有抽烟喝酒烫头 我说这三个词来当我的人设 我的人设还怎么崩塌呀 所以我也奉劝栏目组啊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希望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设 各位 不会崩 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 基础低了以后啊 不是什么坏事 真的 老说 这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我觉得我这人设不会崩 我抽烟抽得越狠 我人设站得越稳 不是就是抽烟这点事吗 对于我来讲 在人设这不叫事 有的人不成 哎 这有人抽烟 让人拍下来了吧 大家都知这事吧 你看这就不行吧 还弄出挺大事来 对吧 但是你要说我 放在我身上抽烟这个事 我说哥们 来我抽烟你拍一个 你肯定说 我拍那玩意干嘛呀 你天天抽烟 我拍着有劲吗 要么你把烟掐了 你拍不抽烟的 行不行 前两天我在我的马场 我自己有个马场 大家都知道吧 养很多小动物 我在我的马场餐厅里边 请了一帮朋友吃饭 结果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一边抽烟 朋友拍了视频 传到网上去了 有很多粉丝就开始攻击 就开始骂 举千 他也不道德了 一点功德都没有 公众场所你就抽烟 我给他回 我说兄弟你看仔细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大点 你这应该他就没话了吗 人还有话 你们家怎么了 你们家你 你也不应该抽烟啊 你抽烟 你最起码 对你自己身体也没好处啊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对不对 你不想着自己的身体啊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自己身体啊 你看 听完他这句话 我就很感动 你这些人 他在骂不上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心你 你说这个人你 这多欠打啊 这玩意儿 喝酒我也不认为 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但是这油饮怎么办 油饮 少喝 我也以前不行 以前就经常喝多了 现在网上还有我喝多了 上台的照片 包括视频 都有 好些朋友都看过 后来自从那次以后 我觉得实在是 首先对不起观众 这毛病得改 我就 这个 给自己定了一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我就感觉我那句话呀 就 说的有点不太准确 什么叫上台之前不喝酒啊 我就改成 喝酒之后不上台 所以你看我现在 就很少上台 好了 定点站好了 大家好 我是柳妍 首先要感谢 有一些人 一部分人 给予我这个女神的标签 可能大家一看到 这个词女神嘛 总是会觉得 高高在上 难免会端着嘛 我不一样 真的 我特别的直爽 什么我都不爱 藏着掖着的 当然了 有些东西 想藏也是藏不住的 其实女神 这个称呼 也是网络上的网友 加给我的 大家捧我为宅男女神 不是我自己 硬要把这个头衔 标签给扣到我脑袋上的 你们真的以为 我很喜欢这个标签吗 你们真的觉得 我很enjoy 这种title吗 其实还可以 做女神不是光靠身材 就可以的 女神是要拼的 这些年我真的没少拼 我拼了命的捆绑炒作 我容易吗 我跟大鹏捆绑炒作 你们以为我愿意 跟大鹏来炒CP吗 观众朋友们 我愿意啊 因为大鹏红嘛 当然了 其实我一直也想 跟一个帅哥炒CP 但是人家帅哥不愿意 人家也是有操守的 关键是人家有粉丝 柳妍 你能不能离我们家 岳云鹏远一点 你就是配跟大鹏在一起 大家感受到了 谐心之间的竞争 还是蛮激烈的 我被大家说的最多的 就是说我借身材上位 大家听听 借身材上位 我管谁借了呀 我管你借了吗 其实我自己挺大方的 我愿意把我身材借给别人 让他能够成功上位 你们且看着 如果我身材借给他了 他能不能上位 大家觉得张上刚老师 有得这么好的身材 能成功上位吗 可以啊 可以有对不对 其实我能明白 就是除去女神的光环之外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 我还被标签为圣女 我常常在想 女人的终极归宿 就只能是嫁人吗 如果不嫁人 就证明你的人生失败吗 我有点不服 我们每个女人 都应该有权利决定 我们自己的人生 不由他人来评说 妥协退让 不会让自己活得平静 真正的平静 来源于尊重你自己 做不到让别人闭嘴 就做到让自己开心吧 我是刘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海涛 特别开始今天来啊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朋友 其实我觉得真朋友 其实我觉得真朋友 不是整天跟人说 我说这是我朋友 那个那个是我朋友 反而我觉得不会称之对方为朋友 像我就是直接叫对方妈 黄妈就是我的真朋友 那刚才我妈说了 我妈说那个 说那个 儿子 那个 说那个 妈跟孟晨 掉到水里了 你救谁啊 妈 这还用说吗 你是我黄妈 又不是我亲妈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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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孟晨啊 我聊两句啊 那个 我真的觉得 孟晨真的是我见过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因为我跟他朝夕相处嘛 你们都喊啥 歌手第一年的时候 那个是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也就是很好奇 我说 就是孟晨我就问他 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他说他喜欢那种 胖胖的 喜欢眼睛小的 就是又幽默又聪明 最好还是主持人 我说好巧啊 我也喜欢张绍刚老师 这是真的 我真是爱张绍刚老师 不怕弹幕勇敢表白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 大家对于朋友的理解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朋友就是麻烦出来的 就是你麻烦我一点 我麻烦你一下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就叫友谊 大家知道 其实我是隐形富豪嘛 听说了 因为我也背负着很多我的品牌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啊 就是 就大家知道 我有自己的传媒公司 我也做节目 其实我特别开心 邀请我的好朋友来上我的节目 我打电话 我说喂 干啥呢 来上节目呀 他说好啊 快乐大饼啊 有时间有时间 我说不是 是我的节目 我说你来呀 他说哇 嘟嘟嘟 说说快乐家族啊 快乐家族 我觉得快乐家族 对于我来说 其实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很多人聊到大饼的时候 或者我走在街上的时候 其实都会问我说 海涛你说 那个你在大饼里面 你怎么总就被挤堆啊 被欺负啊 然后又是一个数据包的形象 我今天真的有一个发声的声音啊 我今天在这里真的跟大家说 我真的很享受 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 很愉快 整个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那种 你知道 人和人的那种默契之间 在那种 你推我嗓之间 那种快乐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融洽 如果来的嘉宾 如果你对我什么客气啊 或者你对我礼貌啊 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吗 就是怼 对吧 直接就是来 你们怼的在胸 能有那个 弹幕胸吗 能有弟子的狠吗 好 来了 接下来是我最想聊的了 心姐 哎呀 心姐 真的是 对于我来说是 患难之交 因为我们 朝夕相处 我跟 我跟吴欣是一起 两个人 真的是 两小无猜 一起来到湖南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就一起住在一个合作房里面 只知道啊 一个月有几天录制大北洋 剩下什么都不知道了 接下来的就是 不知道每天吃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最爱吃的就是方便面 心姐啊 就其实真的很爱吃方便面 就 就爱吃到什么程度呢 你们看啊 深夜食堂里面 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她就喜欢吃方便面 好好吃 那个时候呢 我们录节目真的压力特别大 其实我们每次录完节目之后 就是要从那个后台 然后走到 整个那个广电的正门 然后回家 就真的是看 零零散散的几个观众 然后数着零零散散的 我们这期节目又说了几句话 但是我们真的会互相鼓励 然后心姐就说 我说海涛 今天你在现场说的那句话 真的特别好 就场 我说哪一句 她说就是你跟现场互动的那一句 简直太完美了 我说哦 那句啊 确实很好 但那句是娜姐说的 也有朋友问啊 说快乐的家族在一起 到底可以多久 然后我特别喜欢 佳哥说的那句话 就是主要还是看我们的身体状况 身体好 再来个二十年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也想过 就是等我有钱了以后啊 就等到他们老了 我就 我就开个养老院 就叫快乐老家 然后 一开门的时候 就看见 比如说在那边 就是 撞树的何老师 然后看那边 带着老花镜的家爷 然后可能 在那边看着 跳着光枪舞的娜姐 还有被护工一口一口 为着泡面的心结 然而我 还是依然爱他们 谢谢大家 我是海涛 我爱快乐家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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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